各位大家好,歡迎來到GG Channel 今天我們繼續這個單元就是GG專題裡面的內訪風雷報 我是Calvin 就算很感謝各位網友的支持 其中對於這個名字也有些讚賞 我要感謝Mero,他說內訪風雷報的名字也挺殺死的 有點像蒙面超人的風雷電 蒙面超人我就想起泰國蒙面超人 就是那個什麼賴力的波那個 不好意思,這個環節很嚴肅 另外就感謝一位Shing Hong的網友指證了 受教受教 因為失速這個字其實是有意思的 其實比這個緩慢嚴重很差很多 其實用一架飛機突然間沒有動力 然後連滑腸也做不到,就這樣急速掛了 嘩,聽起來真的很貼切 所以這個失速的確相當嚴重 就說還沒結束了 出完這個專題之後 繼續連珠爆發地爆炸 剛剛就爆完這個佳兆業 昨天呢 即是昨天 11月10日 咦,對呀,今天11月11日 不知道有什麼發生了 爆完佳兆業 又來了花樣年 昨天有說過,要陰謀論說 他們都是一些江系的那些 你知道現在是誰爆都是江系的 或者是反習派的 江什麼也是 不過又這樣說,這個花樣年 又是比較容易被人說是江系的 因為他的創辦人呢 就是曾慶紅的侄女 就是這個曾爆爆 不過我們稍後再說 因為說起這個佳兆業 我們先清一下一些舊史 因為有些小小的新發展 話說就是中國國務院的發展研究中心 在深圳召開了一個房地產座談會 OK 這個座談會裡面很齊很大碼 有什麼人呢? 有這個就是 當然有佳兆業,有萬科 有深圳房協 有平安銀行 有中信銀行 有建設銀行 我們知道什麼銀行糟糕了 各位朋友 佳兆業在代表會上就說 他說集團的現金流 非常緊張 徹底喪失投資能力 你不用說到這樣的 你要錢也不用說到這樣的 近兩個月的銷售斷崖式下跌 現在現金周轉趨緩 房企信貸不斷降低 國內銀行也都進一步停貸抽貸 企業遇到巨大困難 你這樣說 簡單不如說一句就把藥費移回了 佳兆業說民企生存舉報違奸 違約資金鏈斷裂 流動性危險 銷售也未能收款 造成循環風險 如果沒有外界幫助 最終可能停工爛尾 這樣的情況 他現在傳出 他就說 不是的 我是有資產的 我有18個資產 總值就是800億人仔 就是這樣 說完這壹事之後 話口未完 又爆第二間 今天的主角就說說花陽年 是這樣的 花陽年1777 我們看看昨天的估價 今天股價不知道 今天股價可能是超過無力大反彈的 昨天股價就 沒有提 不要緊 就大跌 曾經跌過一半 最後伏牌 不是伏牌 即是他昨天就伏牌 他9月開始就停牌 一伏牌之後 最後就跌了37% 跌到只有3號6指 當然原因 又是還不到債 就是這麼簡單 他星期二一份聲明就說 接到 有幾個貸款人的通知 要求償還未到期貸款 他正在談 就是這樣 各位網友 可能會給大家多一點通知 一般的債務 其實就很少說 未到期貸款 除非他的 Terms 寫明 你可以早點要求 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息口比較低 有些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有些債權人就說 我要你早點還債 OK 可能他息口也不要了 你快點給我錢 這樣就真的還不起了 好啦 那 如果未能夠到期時還的話 可能對集團有重大的不利影響 那當然說的是多少錢 上個月呢 2億 美金 2億美金 去到現在 已經有6間中國房企 產生債務違約 OK 花樣年就其中一間 這樣 好啦 那他的銷售額跌了多少呢 就說10月的銷售額 是同比跌了6成 花樣年由曾傑 也由名曾寶寶 就是創立的 OK 所以他是大有來頭的 因為曾經是權傾朝野 曾慶紅的侄女 就做了一些很high-end的項目 那他在哪些地區有房地產呢 包括北京 天津 武漢 寧波 這樣呢 就真是這個內房的風雷暴 就真是 不是一個個別地區 因為街事業主要是深圳的 恆大就是廣州 當然也不止廣州 但是這個 花樣年就是北京武漢天津寧 搏壞 真的爆得很雲蠢 那在說什麼債呢 就是其中一個 譬如票面是 Coupon Rate 九里八七五的債券 星期三報價跌到只有30 只有30 那其實呢 基本上所有內房債都跌到只有30 那是不是去到30就有人接呢 其實不是的 我覺得是因為 沒有了 那個價錢已經是等於廢了 其實當個債券跌到只有30 昨天就搜尋過街市業的債券 我們今天搜尋一下這個花樣年 果然是只有30 30是什麼意思呢 30是什麼意思呢 債券 大家又做一些科普 債券的本金是通常100元的 做一個單位 然後再加利息 即是說 如果他到期是還得錢給你的話 你就發達了 因為你只用30元買了你的債券 未計利息 未計債息 他還給你100元 三倍回報 值不值 那當然啦 便宜的當然有原因 譬如你看一下其他的 其他的這堆 這堆都不知道是什麼 街市業就跌到30左右 龍江穩健很多 龍江只有80多 OK 其他就不用特別長說了 就是這樣 好 這個就是情況 OK 那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先說一說 好了 在這麼差劣的環境裡面 昨天發生了兩電視 令到內房股 是爆升了出來的 你看 嘩 全部都升了出來 是不是很開心呢 第一 有兩件事發生了 哎呀 不好意思 這時候鏡頭就動得歪了 OK 好了 存什麼呢 就是存 可能是會放寬 這個這樣的三條紅線 我們必須要看一看 三條紅線 就是有三個準則 一個就是扣除了預收貸款的資產負債率 OK 負債率 簡單來說 就是有些你本身收了的 還沒計算的 那些是因為你是要有東西跟味的 扣除了那些後 你的資產 除了你的負債率 第二個就是淨負債率 第三個就是現金短債比 即你有多少錢和多少錢是要馬上還的 那你見到第一個就是70% 第二個就是多於100% 第三個就是低於1% 這個現金短債比 那現金短債比 例如0.5%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一元的短債 只有0.5%的cash 三道紅線就有頭過7間 恆大 這個就是上年的上半年 到今年已經不知道有多少間了 的確全部就爆了 恆大融創南光華夏綠地 富力 這樣 這個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麽呢 就是不只是三道紅線那些會惹惹 在雷曼債券裏面我們看到一個情況 雷曼債券裏面的 雷曼債券裏面的時候 MBS 或者資產 叫做SH Back Securities 或者Mortgage Back Securities 即是那個叫抵押 抵押的債券 資產Mortgage Back Securities 即背後有按揭抵抵押的債券 那個做法是怎樣做的呢 就是譬如我要賣樓 我要賣樓 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 我就找一間公司 他就去 或者找一間公司去借錢 那間金融機構 銀行 什麼都好 那間金融機構 我就要借一筆錢給他 那我何來有錢呢 正常 一間銀行的放貸 就是我有多少存款 我就借出去 但他們發現了一個很天才的物體 就是把這個案件 變成一個證券 我再賣出去 所以這個譬如Kelvin 借錢買樓的這壇 他將集合了無數人 變成一個債券 一個債券 負責怎樣做法呢 就是我要還息 我要還高息 因為我的credit低 我要還高息 譬如我要還10厘利息 那這間銀行 就會給6厘 那個買債券的人 你的問題就問 為什麼 6厘利息的人都會肯製呢 假設我這些 我也供不起樓的 我的信貸紀錄差的 我的息口應該要求會高一點 為什麼6厘利息就肯製呢 這就發明第二個好天才 就是統計學上 就算一百個 一百個獸頭 最top的獸頭 都是會紀錄好一點 就是說你一百個人借錢買樓 你不會每個人都一起違約 你最多可能只有十個八個違約 而最top的那些 就是這班售頭裏面的 最厲害的那些 就是厲害的售頭 但是銀行就說 我現在這隻大債券 是整班售頭裏面最厲害的 接著就拿去評級機構 竟然有三條A 於是問題 一個風浪蓋過來 全部售頭都糟糕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那時候 現在全世界都槓桿太厲害了 就算你只是售頭出事的話 是連優質那些都出了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就是什麼呢 你覺得只是頭六七間而已 不是 問題是因為 頭六七間 它基本上是資不抵債 周轉不靈 還不到錢 但是這裡衍生兩個問題 兩個火燒連環算 現在兩邊燒出去的 就是當它的債券這樣塌山泥發 你沒有投資者再敢博 是不是呢 不是 正常的投資者都不會再博 我問你了 喂 中海外夠穩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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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中海外夠穩陣了吧 看線上 直接是沒有了 超穩陣 超穩健 但我問你了 中海外債你買不買 很多都不敢買 很多都不敢買 因為他怕這個系統性風險 於是你發不到債 你打後果抽全部 就算不紅都變紅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銀行方面 因為銀行已經的錢壓債 借了很多給這些售頭 上一集有講過 房貸的數額有多大 銀行其實差不多 有些銀行去到三四成的房貸 我沒有錢再借給 就算中海外 我都沒有錢擠出來 因為全部都摘住 於是又第二個原因 令到好些 不紅都變紅 第一個就是債券投資者 第二個就是銀行融資 當然還有第三個更加麻煩 就是沒有人買樓了 沒有人買樓了 這就是因為整個樓市打巢了 冰封了 除非你一筆給錢 如果要借錢的話 銀行也不能借給你 銀行沒有錢借給內房 又沒有錢借給人 人們不買樓 內房更加沒有錢 銀行更加沒有錢 這就變成一個循環 這是內循環 這是內卷 現在傳什麼呢 昨天傳了部分國企 向監管局反映 這樣再搞就全包散了 對吧 可不可以對於三條紅線 放寬一點點呢 好了 今天傳人傳聞 可能會放寬一些限售限購的政策 大致上是兩個東西 就是放寬三條紅線 即是你沒有那麼紅 那你就可以借錢 好了 究竟值不值得內房升得那麼厲害呢 你知道這些全部都是 一大風吹來就炒 我們實際探討究竟能夠不夠內房風雷暴 剛才提到的問題就是第一 沒有債券投資者 不是 或者少了很多 第二 就是銀行也難融資 第三 就是少人再賣樓 你看到銷售 半年大跌六七成 好了 我現在放寬了三條紅線 我當你恆大了 現在很穩固 現在沒有三條紅線 撕了 那你就繼續吧 那你要有資金 錢從三個地方來 賣樓 你放寬三條紅線 等不等於 那些人會買你 繼續買你恆大樓呢 第二 就算他肯買 他借不借到錢買呢 你放寬三條紅線 你不一定放寬 不代表那個人一定借到錢 和你賣樓的 這是第一個問號 第二個問號 你放寬三條紅線 投資者不會理你什麼三條紅線 是嗎 債券會不會再買你內房呢 是有的 還是稍後再說 第三件事 內銀 好了 他可以借給你 等不等於他有錢借給你呢 所以 這個 所謂放寬三條紅線 是否救到內房的危機 我們就只能夠繼續觀察 剛才說 喂 有人想買 第二件事 有個很有趣的 你看到這個 金融時報 不是英國的金融時報 是中國的金融時報 沒錯 中國的金融時報 出現一個大字標題 高盛表示正在買入中國房企債券 真厲害 是不是 大戶做事 果然是 果然是 光明正大 喂 我買了 喂 我買債券了 你馬上想起 以前 四叔 買股票 就跌了 那張紙 有些號碼 這次高盛更加厲害 你不如把螺子拿出來 好嗎 這次厲害 大摩 大摩只是吹摩迪 高盛只是把螺子拿出來 我買房企 為什麼 事傳出來 就是事源這篇報道 好嗎 這間報道 高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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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大家都走 隔不走 他就入場了 是不是很有智慧 正所謂別人恐懼的事 就是他貪欖 當中的訪問 裡面 就有個叫 Angus Bell 不是Angus Beef Angus Bell 的高盛 Sax 基金經理 他就有以下的說法 他就說現在加了一些少少的風險 即加了少少的內房債 他就形容為 Modest Amount of Risk 我加了少少溫和的風險 OK 這些High Yield Bond 這件事真的很神奇 你這樣聽 你可能覺得 他利用越高 即是說他的回報越高 就越好 在債券就不是這樣計算 因為債券的利用包含兩種 總回報 最後包括本金的回報 或者債券的回報 先計債券 什麼人會給你很高的息口 你想想 你借大二洞錢 是不是會給你很高的息口 一些很優質 很穩健的機構 他問你借錢 他會不會給你很高的息口 李嘉誠問你借錢 會不會給你高的息口 巴菲特 你借錢會給你很高的息口 不會 恆大 你借錢會給你很高的息口 所以 High Yield Bond 這個字 一點都不是正面的 其實 High Yield Bond 在債券的評級裡 通常第一級 就是AAA 三條A 兩條A落落落落落 到下面 High Yield 再下了一些很漂亮的字 就叫Investment Grade 其實就是垃圾債券 很好笑 垃圾債券 就給你很高的息口 所以你買得 High Yield Bond 你說要加一些 Modish Amount of Risk 這就很荒謬 是吧 我找回一些保守的三級片 來看看 就是來自這個意思 好了 Angus Bell 就說 他就說 近來的債券 中國債券 內房債券市場 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恆大 等等 他覺得大家 過份反映了 這個傳染性的風險 跨大了 他說 最終 他覺得 因為這個房地產 是中國 經濟增長的主要 其中一個關鍵的動力 在過去的20年裡面 所以 It is unlikely 不像政府 是會容忍 這個增長 去受到影響的 被什麼受影響 如果很多的房地產 去倒閉 去受影響 所以 他覺得 開始 他覺得 現在那個價格 就已經反映了這個問題 這樣 最後 不單止 他還買了一些 地方政府債 他就說 我們是有效地見到 見到 見到一個需求 這個需求 這個requirement 是要求 政策制定者 以及中央銀行 是保持流動性 OK 在這樣的 增長放緩 以及這樣的 資金緊絕的情況之下 所以譬如你看中國的息口 我們覺得一定會推他下去 這個就是很奇怪的 這件事 他意思就是說 由於 第一 資金緊絕 增長防緩 所以政府一定要做事 第二件事 這二十年來 這個經濟火車頭 都是靠內防 不要說火車頭 其中一個關鍵的動力 所以政府是不會袖手旁觀的 這個邏輯是很有矛盾的 第一 如果 政府是不可以容忍 他的增長 受到內防倒垮的影響 那就不用禁止內防 是不是 從來都是靠內防 如果沒有問題 就不用禁止 禁止 禁止就真的有問題 是不是 還有 他要 跟他做不做倒 是兩件事 很多人都想枯煲 有些事情不一定是挽回倒 但是不要理 最後究竟他買了多少債 我不知道 他某程度 如果他拿著一百億的報酬 我買回幾十萬 沒所謂 是吧 明利雙收 我出過這麼大的媒體報道 我賣廣告也值得 你知道Golman Sachs 是想扔進中國市場 扔了幾十年 現在這個時候 你有爛 我Golman Sachs出來救 我又沒有透露我要買多少 但是 你拿著我這個名字 Golman Sachs出來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對呀 這個時候鬧底 Golman Sachs 就很聰明 然後 再給了這些 金融時報 新浪網 立刻大肆標題 高盛買中國房企債 這樣 我再說一次 究竟這個放寬三條紅線 能否夠 看三件事 第一 有沒有投資者繼續買中國債 高盛說會買 你買 是不是 沒有問題 所有的來房 都是五萬億美金 幾十萬億人民幣 你高盛大把錢 是不是 第二 究竟還有沒有人可以買得起樓 傳說房貸放寬了 你看看能不能夠 這樣的房地產市場 第三 就是銀行 會不會放錢給這些內房 我們拭目以待 諸子專題 至內房風雷部 繼續和大家跟進情況 多謝大家支持 多多給like 和留言 和訂閱 感謝